錄音樂 禮拜三的凌晨 就是鎮夭在士林的地震 那规模是 那其实现在很多的专家 很多的地质的学者 其实都表达说 这一起的地震 其实非常非常的不寻常 那当然现在到底这个地震 要怎么解读 后续大屯火山会不会怎么样 其实这还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但是的确有非常多的学者都表达 台湾应该要非常的谨慎 看待这个本质性的地质的问题 这个表是我们从 原能会的管制报告里面 检选出来 我们特别检选出来 是这两年合一合二合三场 它所有面对到的异常事件跟跳机 在这个表里面 我们已经很清楚可以看到 合一合二合三 在这两年面对到的跳机事件 已经远高于过往的跳机的频率 除此之外 老旧和电厂 还有一些其他的意外的事故 都是因为机组老化 所以面对到的一些必须要承报给原能会的一些安全措施的问题 我们一直在反核市 其实最严重的 更严重的是合一二三的问题 那 合一二三轮流发生一些事故 跳机 其实发生事故或跳机或停电的时候 厂里面是 挨红遍野惊慌失措 我们是幸运 有一次是整个大停电之后 有一个发电机突然接上 从来没有使用过的备用发电机 如果那个发电机没有接上 其实我们现在早就不在这里 在前天的地震之后 内政部就很快又开始在推 防灾型都根 告诉大家 台北市超过三十年以上的老房子不拆很危险 我们想要说的是 老房子不拆很危险 老旧的核电厂不拆不是更危险吗 我们真的很希望政府要思考 核电厂跟老房子都是在同一个断层带 如果老房子有危险 危险的核电厂请尽数的除疫 第二个我们想要说 即使不考虑地震的问题 刚刚许多前辈有讲到 核电的设备老化其实有很高的风险 我们来回顾一下 民国九十年三月十八号 核山厂曾经因为设备烈化 然后丧失外电起火 当时台湾差点发生核灾 我读原能会的报告 原能会里面很庆幸说 幸好那时候反应如刚好在停机的状态 已经停机21小时 温度比较冷却 所以整个状况可以控制 否则台湾当时就已经发生核灾了 一直在被骗 其实我在过年前 在原能会的网站上面 就已经看到 他不断地在释出一些消息说 美国也在研议了 那个国外的核电厂都在研议 然后另外就说 我们台湾如果是 从四十年延到六十年 只要产生一点点的核废料 那过年后又看到经济部这样子 又在把核一核核三跟核四连结在一起 又在骗 他们都在讲这些讯息 可是从来没有告诉我们风险 那我记得去年不是暑假的时候 马总统带了一堆官员到核山厂去 结果那一次核三厂里面整个是停电 那个整个备用的那个发电机 他停了84天 他们连总统都在骗 我们今年会在3月8号的时候 再次的商街游行 那相关的资讯 可以再看全国费药行动平台的网路 或者是飞机 我们要问我们的政府 为什么核一核二厂的研议 不用问过北北基的市民 为什么现在要核一核二厂做干事储存 把核一核要一直留在北海岸 不用问过北北基的市民 所以我希望身为一个北北基的市民 可以让政府听到这个问题 如果真的要研议 如果干事储存盖下去 核一核楼涌流北海岸 没有道理 北北基的市民没有办法理解 谢谢 尽数处义 核四停建 处义承诺跳票 人民集结算账 人民集结算账 处义承诺跳票 人民集结算账 然后我们把它揉成一圈 然后我们等一下一起丢到 一起丢到 那个经义部里面好不好 处义承诺跳票 人民集结算账 人民集结算账 处义承诺跳票 处义承诺跳票 人民集结算账 好这一次只是向福岛冒冤而已 下次有火 就会看到 我们在外面的地方 把愈份一样 交通的地方 这次挑战争承诺跳票